刘国良回归一线新华社,成都10月1日电,新华社记者张韩,丽华良,史如9月30日,在成都结束的2018国际平林女子世界杯,刘国良几乎淘汰赛阶段,一场没落。 这是她重新回到国平一线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赛事,在成都督战的两天时间里,她脑子一刻不停的构思,这中国平旁球,未来发展的框架和改革方向,现在身份,局次转变,看东西跟以前不完全一样了。 刘国良说,这次女拼的比赛我每场都看,而且水平越高,越机灵的我越喜欢看,我想通过这个比赛更多的了解我们的队员和现在乒乓球发展的趋势。 加深对他们未来发展的调控,从2003年当时只有27岁的刘国良,出任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。 但2013年成为国平总教练兼男队主教练,与他执教身份直接挂钩的成绩,包括四季奥运会上的九块金牌,以及29个世界赛冠军。 不过直到2017年4月,现任国平男队主教练,同年6月出任中国乒习副主席,刘国良在国平一线工作时的主要经历,都更多的放在男队。 按他自己的话说,现在以乒习副主席身份,担任换届筹备工作,小组组长并主持工作,国家队电社这边,男队的情况他只要复习,一下就可以了。 女性则需要深入了解,协会实体化是一个新事物,未来怎么发展,如何让过程更顺畅。 作为我来说也是新手,很多东西需要学习,也需要找很多人来帮助。 我认为他的方向上,不管是奥运争光计划,还是项目推广计划,都要发挥国家队的龙头作用。 另外,市场开发,全民健身,怎样为社会贡献乒乓球的力量。 这是另外一块,这两块都会占据我的主要经历,应该是一半一半,但会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去抓重点。 刘国梁说,在距离东京奥运会不到两年的此时,国家队建设和奥运备战,显然是刘国梁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。 角色转变不可能只在局部,协会实现职责职能转变的同时,球队的整体情况我也必须掌握,这样才能给出剖析准确的建议。 他说,离开一年多,我打算用下半年的时间恶补一下,不想让自己脱节。 从这届世界杯,刘国梁看到的中国女拼整体实力在对手之上,但也看到了未来长期发展中的变数。 我总说优惠意识,其实看得见的优化都不可怕。 在他看来,那不仅争激烈是中国女拼老交替做的好的表现,但同时也潜伏着危机,六七个孩子都水平非常接近,没有一两个真正突出的。 说明我们打法风格和技术单一,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也是一个瓶颈,不像南线相对框架清晰。 目前马龙,反正东整起高于别人。 他说,从复出第一天就在强调的奥运混双方案,是由国人另一项担忧。 虽说我一年多没在队伍当中,但脑子里还是很自然的去思考这些问题。 其,我认为日本把货双赛进奥运会,一定是有备而来。 他说,这块金牌放在乒乓球比赛的第一块,每个协会的参赛名额就一对,这就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。 东京奥运会谁报名,兼几项,球队整体的备战训练怎么安排,都是战略性的问题。 面对是在必得的对手,我们从现在起就因思考,该怎么打好这一手好牌,谈到他的新角色,新使命。 刘国梁说,协会实体化改革,在他看来是变色性的,未来性的,国家队是显性的短期绩效工程,而保持中国乒乓球十年,二十年长胜不衰,是一个庞大的长期工程。 他在新岗位上,一方面要把国庭现有的优良传统保持好,另一方面,也要把每个人的指责职能划分好,把人才拢住,一步一个脚印的把改革做好。 我感觉到挑战很大,大家的期望值很高,我也很兴奋,有些是我擅长的,有些是我需要学习的,但不管怎么说,现在是需要大家提心协力的时候。 刘国梁说,完相关阅读刘国梁成都48小时,国际拼联邦贺信队员他是对手坦克先服口服,日媒直呼刘国梁回归打击很大,日本一届胜赞国拼没缺点刘国梁付出首秀都在女拼世界杯珠宇宁,有他在很踏实。